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宇求密碼 相信只要在我們頻道提到的GXS這個品牌 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啦 那如果你對GXS品牌還會有點陌生的話呢 歡迎到我們之前開箱的影片看一下 GXS在新手這個方面是真的非常適合這個品牌的 而GXS這個品牌呢 在台灣的行銷方向也是走低價位親民 讓大家好接觸宇求運動的行銷方向去做發展的 所以呢今天他就進來兩箱這個 專為女性朋友設計的 儘管呢我們的頻道呢 7.5%的女性球友觀眾 92.5%都是男性球友 拜託我楊剛威不要那麼重啊 媽 女性球友是 談好的咧 不要這樣 還有不要再叫女性球友在前面蹲著了好嗎 這樣子人家會的女性球友會不開心 如果有那種喜歡去獲場 女性球友記得跟我講 我給你前場就好了嘛 謝謝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要來開箱這個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要來開箱這個 專為女性球友設計的這個 櫻花禮盒套組啦 其實我覺得男生也蠻適合這個的啦 你一定要買這個嘛 買這個送女生又開心對不對 買這個就對了啦 這個我覺得我比較適合男生 因為他還可以買 他出來 你們一定會疑惑為什麼要寄兩盒 其實寄一盒就好了幹嘛寄兩盒 其實這個是有分 普通版跟 MVP版的喔 OK有這兩個版本 那其實外觀方面來看的話呢 都沒什麼差別 對吧 阿德 看得出來哪個是 看不太出來 看不出來 對 那其實呢 我也看不出來 哈哈哈 好了我們先看看這個盒組裡面 到底有什麼 其實呢 MVP版跟普通版 它的配置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說它裡面的東西的配置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這邊就就一箱來 先來開一下好嗎 OK 好 那可以看到裡面 它有附一條線 GXS的 這0.66有啊 哎它這個不是沒有附線 打招 來附線 然後 附一雙 粉紅粉紅 粉橘粉橘 三五橘的襪子 還有一個 球拍 一支球 還有一個 一支球拍 那球拍是沒有穿線的啦 是因為我們要測試 所以我就穿了線上去 還有兩個 過碗皮 OK 還有一個 這個容負擔還不錯耶 這個女生看了會喜歡把它的 你覺得 我覺得這個質感蠻不錯的 跟呼應它的外盒 這個不錯耶 這個真的不錯 這個好看 這樣子看完之後其實 我們也不用看NVP版的 因為NVP版跟一般版的配置是一樣的 但是我記得差異應該是在球拍上面 我們來看一下球拍 到底有什麼差別 外觀方面來看的話 可以看到其實這兩個球拍 根本就沒什麼差別 但是仔細的看 仔細的看 就看得出來這球拍還是有差別的 上面這一支是VP版的 下面這支是普通版的 那普通版上面有多了很多粉紅色的花瓣 你看這個沒有對不對 這樣看得到吧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拍框這邊 拿上來給大家看一下 拍框這邊 你的拍框上面有看到粉紅色的花瓣 跟一個沒有粉紅色花瓣 沒有粉紅色花瓣 就是NVP版的 有粉紅色花瓣的就是普通版的 OK看得出來吧 好像很細微啦 然後再來最讓人家發現的就是這裡 大家都不太喜歡看球拍的這個下面 T頭下面OK NVP版的下面有多一個蓄力槽 對吧 那這個一般版的就沒有 然後在中管的部分呢 這邊上面就有寫了 有一個520 給一個沒有520的 對吧 OK 有520的是NVP版的 我愛你 另外一個是沒有520的 OK 好外觀方面看完之後呢 其實呢 我跟你講這外觀我覺得必須要讚賞一下 因為呢 在球拍的設計上 像女性球友的球拍設計的方面 你看像90F啊 JS12F啊 其實YY好像很少出女生的球拍 對不對啊 比較少 比較少 比較少特別為女生設計球拍 不多啦 但是 像勝利就比較有風格 就是他有什麼JS12F啊 對不對 然後90F嘛 對不對啊 那他們的球拍都不外乎一些女性的元素啊 就比如說 花瓣啊 星星啊 就那種顏色會比較繽紛一點 那這支球拍我覺得值得讚賞的外觀 是因為他用了 玫瑰金 所以他這個花瓣的玫瑰金 我是真的覺得還蠻有質感的 不知道我是男生啦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個東西 我會覺得有點太花了 但是我覺得女生應該還蠻 這樣遠遠看應該蠻好看的 因為球拍真的很少用到玫瑰金這個元素啊 我記得之後廠商要出球拍 也可以考慮這個玫瑰金的元素啊 我知道 他那個女人的椎蓋的那個女人裡面 也是玫瑰金 也做得蠻漂亮 還有這個 欸 這個要好好稱讚一下他這個椎蓋 那底蓋 他那個底蓋超漂亮的 我再附上隨便給你看 這個底蓋是浮雕式的底蓋 然後 他那個上面像電鍍 而且他有層次 下面還會反光站 欸 這個底蓋不簡單欸阿澤 你不覺得這個底蓋設計蠻厲害的 蠻好看的 對 我覺得這個 這個底蓋做得蠻有質感的 好啦 那規格方面 這一次呢 一般版的球拍的就是有4U這個規格啦 MVP版的這個呢 他是給5U規格 兩支的中管呢都算 軟的 都是寫Soft 因為反而女性球有反而 力量比較沒有那麼大 那他這個設定也設定在給女性球有擋的 所以我覺得 設定軟的我是 覺得是可以接受的啦 然後再來是他的拍框呢 其實就摸起來是圓角矩型啦 那這個MVP版呢 他可能有多了一些蓄力槽 增加他的拍框的強度 那其實我是覺得沒什麼差別啦 說實在 那兩支球拍呢 我目前拿到的這兩支球拍都是4U規格的 OK 那握把都是G6的 因為女生球 手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我記得握G6很好 欸 我也很喜歡握G6 是女的 沒有啦 OK 那這兩支球拍的 售價 挺好 這個售價 連我都覺得很誇張 這一支球拍 MVP版的 在這個盒組裡面 讓你們猜多少錢 3千塊嗎 MEN 2500塊嗎 就是這樣2500 這個套組2500其實算蠻便宜的 那MVP版2500 這一支 2500塊嗎 MEN 2500塊嗎 MEN 2500塊嗎 MEN 這個套組 1500塊 這個價格真的是屌打市面上很多品牌 那種初階拍 初階女性拍 你不覺得嗎 就算好 你看喔 我們買這個套組 然後裡面有附這個線 你拿去給人家穿 讓人家收你200塊工錢 你有1700就可以買到 球拍 襪子 兩個握把布 還有一個那麼漂亮的環布袋 欸 我覺得蠻划算的啦 謝謝 神經典 喜歡 又看 解釋 滿著 的 解釋 至少 好我剛剛只提到售價 因為售價真的太誘人 我那時候聽到我還以為廠商是跟我說我的競價 我就競價一千五而已 還好啊 結果說竟然怎麼賣家 哇太誇張了吧 對啊 那還沒有提到 你不要以為他做的這個球拍啊 是那種親民的消費者的那種 就是那種他要給女生球有檔啊 是親民的啊 所以他的耐放程度就不好好做 你知道這個普通版的他耐放程度多少嗎 25 25 25 欸 28 No 28喔 還沒玩還沒玩 這個 這個VIP版 MVP版 我一直唸VIP MVP版的 這個多少 這個讓你猜 這個都28了 28 這個30 其實我覺得他這種表演有點小心機啦 因為畢竟你看一看一般的女球友不會達到30 10磅 應該說 我還沒有看過 對 你在穿線大概都穿幾磅 女生球大概是什麼 女生大概22上下 2223對不對 會打一點你會有很多穿到2526而已吧 選手才會到2526 對 點多到26 這個掉28吧 不要有那種女生球 欸 就選擇30磅 老闆可以幫我穿10磅嗎 哈哈哈 已經是老闆中 我跟你講對不對 欸 這真的很猛 我覺得他們做的東西蠻有誠意的 其實除了外觀設計 還有他的規格考量 還有售價考量 連耐棒程度都有做到耶 喔 沒辦法喔 再來試打心得 你以為我會把這兩個球拍穿32磅嗎 不會 不會 我幹嘛這樣不會打到這種球拍 但是我有打了一下 但是我這次設定的比較特別 我這次設定呢 好 這個我們是用他的.66那條線穿的 我們穿23磅對吧 23 23 OK 我們就是用一般女性球友的棒數啦 這一個呢 我用Kizuna的Z58 因為我覺得Z58這條線非常適合女性的球友 OK 或者是一般初學的人 來穿這條細線 他的彈性很好 聽一下23磅喔 有沒有看到23磅 兩隻球拍23磅喔 差很多齁 對不對 聲音聽起來 欸 這個聽起來應該有26磅了吧 22 25 26有了對不對 這個聽起來聲音不錯齁 這兩個球拍我分別讓我們球隊的女性球友去打 他們的程度大概都在中下 他說中下到中 OK 讓他們去打 那他們打完之後呢 跟我說呢 他們覺得普通版比較爛 因為你這些爛爽 那比較便宜的你比較喜歡打 竟然貴得不好打 OK 好啦 之前11 Pro跟11 Power 我好像也只有這樣感覺 對 也不一定貴得見我們比較好打 然後呢 比較適合自己的比較重要 OK 那女性球友都比較偏向這一隻普通版的 要是我1,500我也買1,500 就這樣 給這幾千塊 這幾千塊 差不多 如果是這樣是球拍啦 我自己本身打起來感覺 當然這一隻球拍的抗震效果可能還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 以女生打的力量沒有那麼大的話 我覺得感受應該比較不會到那麼深刻啦 反而我本來想說 MVP版的 然後上面給他們穿自己五八 他們應該會比較喜歡 結果他們比較反而喜歡這個亞人 點66的那個 GXS的線 喔 黑人問號 蛤 我就 好吧 女生跟我講的不一樣 對不起 對不起 7.58的女性球友 這兩隻球拍啦 我自己本身啦 也會比較推薦 一般版的 因為我覺得一般版的 你看它是一個 set 對不對 一個set裡面又有襪子 就是你買了這個set 你就不用襪子 球拍握把布 它都幫你準備好 連線都幫你準備好 這也是 我超喜歡這個 欸這個有沒有單賣啊老闆 這個真的很漂亮 你看 有沒有 你看上面還有這個 雖然就是看起來會比較耐張 比較 比較 可是我覺得女生 應該很蠻愛看鏡的 所以 不會髒掉 像我那種 我那個白色球在飛人裡 一塊就髒 又到了觀眾 最喜歡 最寫實的時候 不要以為 我們接了你的業配 我們就 第一個要叫什麼啦 我跟你講 我最不能接受 就是上面這個 語音 這兩個字 這個字 我們在拍照 放在戲圖 在旁邊給你們看 這個字 我覺得這個字 有點浪費了 這隻球拍 這麼美好的設計 結果 我竟然把這個logo 我是覺得這個logo不好看 但是它可以像蕭銘這樣 放個GXS就好了啊 我覺得這樣子 應該會好看很多 或者是 放個櫻花的花瓣 在這邊就好了 我覺得球拍整體的質感 會比較好 當然 我會希望它也是可以出 小港口氣關門的 我會覺得更好 這是第一個 我要表演 這語音真的有點失敗 我說真的啦 這個logo設計的真的不太好 再來第二個呢 我會覺得說 這個線 你們這個包裝 它裡面的線都是附什麼 白色對不對 白色 我會覺得說 它可以放一些 粉紅色啊 類似這種 然後配這個 有沒有 跟它這個 同樣色系 但是 這個襪子 我也要表一下 你應該要附短襪 或者那種懷襪就好了 我相信女生比較喜歡 穿那種短襪跟懷襪對吧 因為 看起來小車會比較修長啊 對不對 女生呢 女生的那個 身材會比較被突顯 所以呢 我會覺得說 這是我幾個要小狂的點 那它的售價 我是沒有辦法調他 因為它的售價真的太猛了 這1500一組 誰不心動 對不對 好以上呢就是我們對 語音 GXXX這個語音禮盒的開箱評測啦 那如果你對這支球拍還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就是我們的IG 好到我們的臉書粉絲專頁點讚 如果你還想要購買這支球拍的話呢 它是沒有單賣的 它就只有整個盒子這樣set賣 那你可以到我們的 旅球密碼APP上面購買 這個月 這兩款都湊出去 OK 我是希望湊給女生啦 好不好 但是就這兩款我們都湊出去 OK 因為會員人數有倒到300個人就湊了 但目前還差一點點啦 上個月沒有開箱 就很多人都沒有退掉